作词 李宗盛 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 黑暗无声消失的人 也曾渴望白日离活 被命运束缚的一个 我要怎么挣脱 谁在耳边说 出我中的坠落 那就烦烧我 烦烧我的执着 苦海里泛涌 眼中关下多少灼热 不认知道德 或许在旧山峰 太难离不舍 为何终于划断 青州之乱的真凶 乃是当朝太子 慕容悬烈 你说什么 十年前 太子伪造微北军令牌 利用张义的莫迈死士 乔庄城微北军在青州城内放股 后派曾经的谋士理清 煽动百姓围攻军营 大哥为了夺敌 让微北军这只忠义之士 变成了罪军 让整整十万无辜百姓 葬身火海 他 才是真正的人徒 你所谋求的不就是储君之位吗 你这么想要 大哥可以让给你 为何要在父皇面前 捏造这些说辞呢 大哥 张义没有死 不仅张义没死 李清也没有死 他们二人就在我手中 大哥还要接着狡辩吗 父皇 文华阁走水一事 是太子为了灭口张义 及他的莫迈死士 而故意制造的一起意外 儿臣正是从张义口中 得知了李清的下落 十年前 大哥灭口李清 却被张义从暗中救下 藏于西山矿场 儿臣此前故意失踪 就是为了去找李清 这 就是李清的认罪书 皇上 你就是知道了真相 又能如何呢 多地之争 谁的手里不沾血 是朕把老三变成了剑靶子 若勒为今知道 老三不如太子 朕的选择没有错 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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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六千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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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conspiracy Peter 了解 父皇 父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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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若是锦王活着回来 他搬得到太子 可他搬不到天子 殿下下定决心了 那属下即可去办 殿下放心 不出疑悦 皇上定会 因病恐失 父皇放心吧 大岩的江山 由慕容悬猎来守 父皇如何了 殿下 皇上这段时日常有头晕呕吐 事物无感之症 方才气急攻心之下 经脉欲堵 一致昏迷 观 观病症似乎是中风 既是中风 还不赶紧开方救治 慢着 什么叫四十中风 为父皇断病 岂能模糊行事 殿下 老臣医术微末 皇上的病症的确不像是普通中风 但龙体非毒非伤 若非中风 御医院一时无力确认其他病症啊 那就查 查到真正的病症方可对症下药 是 多查一天便耽误一天救治 龙体安康关乎江山社稷 若出了纰漏 何人担待得起 大哥是在急什么 父皇的身体一向抗健 此次急症来得实在是蹊跷 有何蹊跷 自你出世 父皇便忧心如焚 神魂剧烈 是你故意失踪 才害父皇气急中风 你在外与美人游玩许久 自始不知 龙体疾病 可若不是中风 便是太子在加害父皇 三弟 事到如今 你还诬陷大哥吗 两位殿下 你是御医院院守 咱家相信你的医术 若按中风救治 对龙体可有害 那倒不会 那倒不会 中风重在疏通淤堵 这也是养生之道 两位殿下 以老奴所见 应该边查边治 刘公 刘公公这是 皇上病重 与灵位也是按规矩 进殿护驾 两位殿下 孝心可见 不如各自回宫 为圣体祈福 自从简王失踪 皇上就一直身体不好 现在刚回来就把皇上气到 我 公主不要担心 皇上不会有事的 若真有事 锦王会传信的 公主 锦王来了 阎明殿怎么样 皇上醒了吗 不行 我得是阎明殿 娘娘 刘中已经让羽灵位 围了阎明殿 现在谁也进不去 宫中马上就要戒严 儿臣信心告退 公主 我去送锦王 王爷 御医们都在阎明殿呢 皇上会很快醒过来的 儿时淘气 父皇常说要气得教御医 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衬啊 皇上纵览天下 什么风浪没有见过 怎么会突然气晕 会不会是疾病已久 官病症 似乎是中风 既是中风 何不赶紧开方救治 多查一天便耽误一天病情 只怕父皇 不是真正的中风 而是太子行的也不险棄 当务之气 还是要赶紧查明病医 让父皇赶紧醒过来 嗯 奉东宫之令 即日起放锁宫门 无令不得进出 皇臣见言 宫里的消息就传不出去了 我留在宫里帮你 不行 宫里太危险了 我不能留你在此 如今我在芳华殿 是燕妃娘娘的人 太子不敢对我动手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 你不该再被这些事牵连 复仇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不该由你一个人来承担 王爷 你让我留下来 能够更快地助你调查 亲属皇上的病因 闭宫门 我阿娘的簪子先压你这儿 我不会拼命的 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军 已经打听过了 既然皇上召见太子殿下与锦王殿下时 秉退了所有人 就连刘公公 也不是殿内究竟发生了何事 那现在情况如何 刘公公已经案例开始排查 皇上因应赤川接触之物 目前未发现任何异常 御医院说 皇上是因为积劳成疾 所以导致的中风 如今皇城戒严 龙体恐非小样 传本将的令下去 平南军各部严加防守 以防外敌入侵 虎夫已经交给皇上 会有人接受 军务之事一日没有交界完成 本将就还是大爷的将军 不得懈怠 你先回去吧 我去看看姑母 是 皇上的身子早就操劳坏了 这一天总会来的 现在姑母是怕有人不甘心 会生事 姑母说的可是锦王 本宫送去延明殿的吃食 药汤 熏香全都给刘忠查了个遍 他们竟然会怀疑本宫毒害皇上 刘公公也只是例行排查 若我们为心无愧 给他查便是 我们与东宫融入一体 他们给凤仪公泼丧水 就是想阻止太子监国 如今之事 本宫倒不希望皇上醒来 只要太子登基 平南军的虎符 就会交还给殷家 就会交还给殷家 觉得姑母心硬 这么多年 皇上与本宫 始终只有君臣情分 殷家人在他的后宫 哪能奢望什么情爱 若是姑母不心肠坚硬 怕是要困死在这后宫之中 洛媚 你比姑母幸运 不用在殷家和情爱之间做选择 太子比姑母更需要 殿下 刘忠现在已经在查一个月之内 进入延明殿的所有物品 也包括凤仪公送去的熏香 那查到什么了吗 没有 殿下放心 痕迹都处理干净了 不会轻易查到 属下担心的是 刘忠已经站在警王那边了 刘忠这条忠犬 在宫中待的时间比谁都久 他谁都不会站的 对了殿下 既然凤仪公与东宫已是同盟 为何 不告知贵妃娘娘咱们的计划 现在不到时候 可惜就差一步 如今延明殿被羽林卫把守 我们也不好下手 只要他们查不出病因 按照中风开放子 皇上变天是早晚的事 越到关键时刻越不可掉以轻心 趁着攻进 先把老三宫里的眼线都拔了 明白 太子殿下 西燕少勋来访 请 殿下 少君到了 少君 来得正好 本宫正愁齐居难解呢 太子殿下 本君方才探访燕妃娘娘 却遭进军阻碍 说是要经过东宫的守令才可进入 殿下难道忘了 本君得目圣恩 可随时进宫探访方华殿 少君见料 特殊时期 本宫也无可奈何呀 什么特殊时期 少君还不知道 罢了 明日便知 父皇常言 少君奇异精妙 不妨替本宫看看这盘奇 若是黑子想赢 该当如何落子 黑子已对白子形成包围之事 殿下无论何处落子 都是碧莹之局 那若是少君想助白子突围呢 本君并非殿下棋局中的对手 只想做官棋者 无意搅乱殿下的棋局 那棋盘之外 少君究竟是本宫的敌人还是朋友 本君离开大岩时送的礼 便是送给朋友的 本君此生亲缘淡薄 唯一在意的就是包妹 若殿下能承诺不动芳华殿的人 你我二人便是朋友 否则 便只能是敌人了 好 少君放心 燕妃娘娘 定会在芳华殿 平安顺遂 荣华一生 以少君的这身本事 本宫不求做朋友 只愿你我不做敌人 太子殿下谬赞 本君说过 本君无异于大爷内政 只想保护自己的人 请不认同 殿下 可梅林还在芳华殿呢 罢了 此刻可不能将西燕少君推向锦王那边 天 天 马上就要亮了 宣 门下君天下者 以国宗社稷之安 以达华谊之望 服从众谕 素叶镇经 思所以客己赴礼 修正安人 朕若轻已吉正 未能理事 太子功成宗挑 今可令权监国 君国术正 西伟东宫 望亲栽可不甚语 主者施行 钦此 尔臣克勤克慎 必不负父皇所托 必不负父皇所托 尔臣克勤克慎 必不负父皇所托 尔能遵旨 尔能遵旨 太子殿下 尔有事起奏 御使大人请讲 大言军国大政 一向仰赖圣上储局 唯有殷家身受皇恩 掌三万贫南军 更有自行调兵权 承袭禁卫营 肩负巩卫招京重任 而其中多半为贫南军旧部 老臣听闻 殷将军回京后 一直在西郊卫所 巡迎李氏 李大人这是何意 殷家和贫南军 忠于皇上 忠于大言 如今圣体不遇 殷将军若是中军 便因上交调兵虎服 以安民心 以振朝纲 御使大人多虑了 父皇在为本宫赐婚之际 殷将军就已上交兵权 如今的虎服 是在本宫手里 刘公公 此举是否合议 太子令权监国 虎服自当留在东宫 殷家满门忠臣 本宫与父皇均无猜忌之心 太子殿下 虎服虽然已经上交 可军务交接非一日可车 后日是臣最后一次巡礼 届时 一定交给朝廷一个军纪严明 防务清晰的贫南军 您将军执君之君严明 本宫最是放心 御使台向来有监察百官之责 御使大人铁面奉公 本宫义不会责罚 本宫深受圣上信任 臨危之际受礼国政 还望仲卿协助本宫 稳固江山社稷 以待龙体安康 臣能自当客庆群守 祝太子殿下 护国有民 臣将军 太子殿下有请 王爷 这是皇上此前进不得要斩啊 拿回去 让郎中查验 是 还有 我们在宫中安插的所有眼线 全都被悄无声息地还掉了 不过幸好 还有梅林姑娘在替我们暗中传信 王爷放心 她行事颇为机敏 不会有事的 传信给殷将军 请她过府一叙 殷将军与太子定亲 况且 平南军的虎符 现在就在太子手上 此事拉她入局 她不一定 她是中军之人 我相信她 殿下果然料事无事 此人 此人就是锦王府去将军府送信的 被属下打了 给老三弟句话 就说她的信 本宫替太子妃收了 太子殿下 好 今天朝堂之上委屈你了 你放心 虎符我迟早会还给你的 御使大人所言皆是为了朝堂安定 我不觉得委屈 殿下 是没休息好吗 今日父皇病了 我代理政事 担心朝中有人作乱 精神不济 唯有此刻与你相处 才能觉得放松一点 所以 殿下是担心殷家作乱 才往将军府安插眼线 暗中带走了锦王的人 那人你见过 在我见之前 殿下的人便将他带走了 他 洛梅知道殿下的担忧 可殷家世代中军 从未有过不轨之心 平南军的军权 也以上交给朝堂 洛梅就算有心 也无力相助任何人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若怀疑你 怎么会与你 领兵上阵的世书 你忘了 我说过 答应你的事 我都会做到 那殿下 为何要在将军府 安插眼线 殷家世代忠良 即使失了兵权 在百姓心中 还有荣耀和民心 我是担心有人利用这一点 如今的局势 还是我们要小心锦王 你记住 无论他说什么 都是要利用你的军权 理解你我的关系 殿下是在担心 洛梅会与锦王念旧情 是吗 你还记得清州出世 你还记得清州出世 他就想要干什么 你还记得清州出世 你还记得清州出世 锦王生死未卜 我在城门下 等了一周晚 一直都是殿下你在陪着我 后来他活着回来 隔夜你留下一封信 便远赴青州了 殿下可还记得 这个香囊 昭明十九年 我出征南越 南越多重照 是殿下派人将这个 驱虫的香囊 送到边境 只是我现在才知道 你送我的每一件礼物 都是你的心意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是我知道的太晚了 只要你能明白 一切都不完 殿下是大爷的储君 知人知善 是安眠如子的太子 景和与我也只是同胞 而殿下 是我心里人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会与你站在一起 你不是也答应我 要和我一起守卫大爷吗 鹿妹 你希望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殿下是至人至善 暧昧如子的太子 这是 太子妃送的安神汤 特地交代属下 要看着你喝完 严明殿那边有消息吗 皇上每日所用之物 大到顶弃盘柱 小到一茶一素 流中都在一一盘查 不过殿下放心 都安排好了 就算是查到皇上的病 与延明殿的熏香有关 这香粉也是凤仪宫送的 与东宫无关 若查出贵妃弑君 太子妃为了保住殷家 也一样会站在殿下身边 走 去凤仪宫 父皇的病情 儿臣已经查清了 是被人下毒所致 凶手就是娘娘你 是谁敢诬陷奔公 那香粉可是凤仪宫 送去延明殿的 这香粉是西燕公子 留给儿臣的 由安神助眠之孝 近日燕妃得宠 父皇忧心三弟的事 夜不能眠 娘娘 何不以此香粉 为父皇解忧呢 你好大的胆子 就居然敢试君 人证物证俱在 试君之罪 如何赖在本宫头上 你看无限本宫 你就不怕连累落眉吗 连累落眉的 怕是娘娘你吧 这折子要是送到刑部去 殷家的满门荣耀 就会在你手上了 你想用殷家 还有本宫的姓名 威胁落眉 父皇的病情 瞒不了多久 落眉或许会对老三心软 做出与娘娘不同的选择 你要念合本宫 可是在一条船上 我此刻要是下船 那只怕 你要做水底的亡魂啊 落眉她早已经选择了你 落眉选择的是那个 至人至善的太子 娘娘觉得我是吗 为表诚意 本宫会替娘娘脱罪 原来是相反 原来是游泰了 Kor看 醉 妈 我 妹 奶 她 你 思念的天神 答应的佛祖 此国愿意用十年的寿命 作为交换 求你们保佑皇上 快点醒来好不好 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帮我 十年不够是吗 那我再来十年 公主 你不愿意帮我 梅林 怎么办 我好害怕 公主别怕 梅林在呢 你阿兄也在 我阿兄前几日传信给我 说要带我回西安 公主不想回西安 我 幻作一切 我肯定非常非常想回去 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要想到我要离开皇上 我就非常非常不开心 皇上对我那么好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 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连天神他 他都不愿意保佑我 他不愿意保佑我 好了 没事 求神不如求人 公主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 解救皇上的法子 连于医院都说救不了 我也不确定 一定可以救皇上 可有公主的帮忙 便多了一份希望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只要能救皇上 我什么都愿意做 公主 你听我说 芳华殿的人 是 出宫何事 奉娘娘之命 出宫为娘娘采买 宫中大小物事 都由六上菊通管 无需单独采买 皇上曾下旨 因嫣妃娘娘习俗有意 可自行采买 无需经过六上菊 武东宫令 不得随意出落 大胆 连芳华殿的人 你们都敢来 燕妃娘娘 皇上病重 本宫这几日 一直在祈福 因祈福用的 童幽金卷用完了 需要特意去寺里 求得本宫之前 供奉过的金卷 神佛在上 供奉之物 不可假他人之手 所以本宫 才会让贴身宫女 出宫去取 皇上带本宫向来极好 又看重大言西烟 两国之骄好 本宫怎能辜负 皇上的一片圣恩 若你们执意阻挠 那本宫 只能自己取取 可爱 娘娘 这样吧 我们亲自送娘娘的人 出宫才卖 好 插谱 早去早回 好 梅丽 你一定要平安 怎么样 我没事 我查到了皇上的兵营 太子利用贵妃的熏香给皇上下毒 王爷 熏香含有百年水尘 水尘性寒 而补药有助活补养的硫磺 二者合在一起食用 就会侵蚀心脉 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 可有解毒之法 只有拿到具体的配方 才好配制解药 稍有不慎 就会一物病情 一百年水尘入乡 是熏燕少君独创 看来太子接刀杀人的伎俩 反而他还真是娴熟啊 愧非一把刀都不够 少君他不会害皇上 他是得了父皇的支持 才登上熏燕少君之位 大延帝位的更迭 对他没有好处 王爷 王爷 席燕少君来访 正好 我们可以 我稍后去见他 是 我不想你去见他 王爷 你现在需要休息 旁的事 不需要你来操心 身体若是有任何不适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入夏了 我一向都怕热 我没事 那便待在詹悦阁吧 嗯 好 孑燕少君不愧是能仁 烹茶 论棋 炙香 都样样精通 难怪太子对西燕少君所赠的礼物 偷赞叹有加 本君还以为王爷不会见我 皇上病重 本君深夜来访 王爷就不怕被太子 扣上一个勾结西燕的罪名了 只怕太子此时 还舍不得少君所赠的香粉 又岂会让少君 为了本王陪葬呢 皇上病重 与本君治的香粉有关 不错 若要研制解药 也需要用到少君的香粉 若我父皇病天 与少君并无好处 少君是聪明人 应当知道怎么选 本君治香只为敬心 王爷喜欢 赠予你便是 这是详细的香粉 多谢 香粉可以给你 但本君要讨一份回礼 他不是礼 是本王的心爱之人 本君亦是 本君希望王爷放手 让梅林重新选 本王若是不答应呢 王爷迟早会答应的 只不过本君 不想看梅林再设险境 如今行事 只有我能护住梅林 本王的女人 自由本王保护 春烈时 若不是梅林拼死 将你带出围场 如今站在他身边的人 便是我 慕容请贺 并非你护他 而是他在护你 若皇上真的醒不来 届时 以景王的处境 恐怕连护住自己都难 何谈护住梅林 西烟三万王军 以陈兵边境 就算太子登上了大魏 也会忌惮本君 只有我能护住梅林 而你 什么都做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被凉了一晚 心事破碎成满天心寒 若命运太不肯 我剩下与你看 爱不肯奈何坠入深渊 如果像是一场一注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无知情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励是奢励是悲伤 是一面的光 如果像是一场一注定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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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爱不肯奢励是一场一注定的悲伤 爱不肯奢励是一场一注定的悲伤 是奢励是奢励是奢励是一场一注定的悲伤 是奢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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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洗臾 的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